在世界自由民主联盟菲律宾分会的请求之下 世界自由民主联盟向农委会申请的200吨十米 交由金士康集团负担运费来运送 这次是在马尼拉以北的五六干省 联合举办一场十米政绩发放活动 让菲律宾弱势民众感受来自台湾的爱心 共有2000户的贫穷家庭受贿 由世界自由民主联盟向农委会申请的200吨十米 在金士康集团负担承载运费下 放置在五六干省政府活动中心里 每包十米重量为十公斤 布袋上都印有中华民国国旗 与Love for Taiwan字样 驻菲律宾代表林松焕 金士康集团董事长齐伟能乔务委员 世界自由民主联盟总会长饶引齐 以及五六干省长施亚巴拉多 也都亲自到场协助十米发放工作 为了欢迎来访的一行 五六干省政府特别安排乐队演奏迎兵歌曲 省长也在门口迎接 场面盛大 这一次是透过世界自由民主联盟 向台湾政府申请了200吨的米 这次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总统府执政 就是世界自由民主联盟的老引擎总会长 特别从台湾过来参加这个捐赠活动 在五六干省政府乐队演奏中华民国国歌声中 这场十米政绩发放活动正式开始 施亚巴拉多省长支持时 感谢世界自由民主联盟总会 祝菲律宾代表处以及来自台湾的爱心 他也祝福台非友谊长存 副省长费兰洛也代表省政府颁赠感谢状给 饶影齐林松焕以及齐伟能表达感谢之意 非常高兴能够把爱心的你 透过省长副省长 透过我的好朋友 齐总会长等等的 大家把台湾的你送到 我最喜欢最努力好的国家 菲律宾的好朋友手上 菲律宾的省长 副省长 以及所有的人民 为我们这一次圈迷的活动 表示非常的感激 也在这个典礼上 这个演奏了中华民国的国歌 同时还悬挂了中华民国的国体 这里就是充分的显示 这个我们两国人民 民间的友谊 确实是非常的友好 最后饶影齐林松焕 齐伟能台商 省长副省长等人 在义工的协助下 亲自把石米叫到农民 原住民 残障人士 贫民们的手中 每一个人抱着米的心情 都显得相当开心 而最后剩余的180段石米 也将继续在菲律宾灾区 或贫穷社区 尽情发放 台湾宏观电视王永新 菲律宾五六甘省 采访报道